meaning 好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mea我们念成me的音 n-i-n-g我们就念成ning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meaning meaning 那meaning呢可以当作一个可数的名词 中文我们翻成意识或者是意义 那这个字呢其实呢很多同学应该知道 它是从动词mean这个字演变过来的 那它的动词呢它中文翻成意识 那这边呢Andy要提醒同学的是mean这个字 当作动词的时候 它的三态是属于不规则动词变化 是mean meant meant 它的过去诗跟过去分词呢都是ment 特别注意到在后面加上一个t 那这边呢要提醒同学的是mean这个字呢 如果当作形容词它的意思是凶的 宁舍的这特别注意到的 所以呢我们在动词的mean后面加上ing之后呢 就变成动名词 就是当作意思意义 好的我们来看第一句 A word can have several different meanings so you have to read carefully to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word in this sentence 主词呢是a word一个字 can have several different meanings 它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several这个字相信同学知道了 它的意思就叫几个 different就是不同的 so呢所以you have to read carefully 你必须要呢很仔细地 那carefully相信同学都知道了 意思就是仔细 你必须要仔细地去阅读它 目的要做什么呢 to make sure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用法 同学呢要把它记住的 就是确保一件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make sure的后面呢 它多了一个子句 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边就是当做make sure的售词 所以你要确保哪一件事情呢 you understand 你了解这个字 好在什么地方 这个字在哪里呢 in this sentence 在这个句子里 OK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meaning 名词 意识 意义